东莞处花联游客中心历经三年整修 以崭新风格呈现了辖区内所有据点 部落旅游讯息 还有年度常态的观光活动及运动赛事 更增加了多媒体互动式地质生态解说设施 还有原住民的服饰穿戴游戏 东莞处今年度再推出了花线东海岸在地小旅行活动 提供学校社团还有游客可以预约报名 由专人导览解说 让民众一次认识花东海岸的地质生态与文化特色 东莞处花联游客中心是东海岸最北端的游客中心 2020年展示式重新整修之后 以崭新风格呈现了辖区内所有据点部落旅游讯息 还有年度常态观光活动及运动赛事 也增加了媒体互动式地质生态解说设施 提供了穿戴游戏认识原住民的服饰 方便民众了解东海岸 展馆的配置的时候 我们就放了五大元素 第一个我们花东都是原住民县 所以我们把原住民的文化 跟16族通通做完整的介绍 第二个花东的景点不是只有东海岸 它还有重管处 然后还有哪里 还有太鲁阁 还有资本温泉区 我们的展馆里面 你只要一进来 通通可以了解到整个花东的所有的景点 跟地质地形还有它的路线 非常重要 第三个是我们还精选了五大优质的必须玩的一个景点 像我们的史提平 我们的杜利游客中心 还有我们的三仙台 还有我们的绿岛 还有其他的点 那我们还有一个最可爱的一个 吸引小朋友来的一个掌管的内容 就是我们东海岸的所有地质地形的 动植物的景观介绍 它的景观介绍是一种手动性的 你今天看到一个鲸鱼 你只是看到图面 可是这边有一个卡片 你拿起来 你自己就可以听到鲸鱼的叫声 看到鲸鱼的呈现 还有鲸鱼是什么种类 然后各种植物也是 所以小朋友来到这个展馆 一定会疯掉 他超爱这个地方都不想出去 东馆处今年度再推出花线东海岸在地小旅行活动 其实起到5月31号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四上下午各有一个场次接受游客报名 在专业导览解说人员带领之下 认识园区户外生态导览解说 也透过展示区各项设施来介绍花东各个旅游景点 部落生态艺术还有运动观光游城 另外再安排在地艺术工作室 玉石还有竹编艺术品的DIY活动 东莞处欢迎民众可以西办 或者是中小学校安排户外教学 来一趟花线东海岸在地小旅行的导览解说活动 跟着解说员老师在一个小时专业讲解当中 一起走进东海岸悠游东海岸 这里会欢视报导